心童 我现在突然想到 其实我们这个任医生当中 接触最多的精油 应该是薄荷 薄荷味 对 薄荷口香糖 对啊 不是薄荷口香糖 而是说 觉得薄荷的味道 大概是我们所有最熟悉的 最能够接受 大家都觉得它凉凉的很舒服 凉凉的 对不对 那其实呢 精油在我们中医里面 使用的很广 真的 大家仔细看 这边有乳香 广获香 橙皮 橙皮都是精油的一部分 是 橙皮它就是橘子皮 在中医它是经过炮制 所以它一般来讲 我们就拿来礼器健庇 造势化碳 可是在精油来讲 精油的橘子皮去萃取 用冷压法萃取 就是所谓的野菊 叫做野菊 这个就是橙皮 中医的橙皮 名字不一样的它 对 名字不一样 真的 有没有用看 橘子味 烤浓厚的橘子味 当然这个成分是非常纯的 对不对 那其实在我们传统的中医 我们使用很多芳香类的中药 芳香类的中药 其实很多品相都是跟植物精油 都是一样的 所以以我们中医师的角度来看 植物精油就是很雷同的 非常好用的 没错 你是不是举一下例子 对 在乳香方面 我们在中药 我们常常把它用在商科的用药 所以中医也叫做乳香 是 那乳香呢 乳香是哪一个 是乳香 这个是乳香 对 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一颗一颗的 其实是树脂已经凝结了 对不对 我以前一直觉得乳香是牛奶 这颜色好漂亮 对啊 这乳香不是 对 原来是这个 所以乳香精油并不是牛奶精油 对 像闻起来是没什么味道 那做成了精油以后 那味道就出来了 是 乳香的精油 它出来的味道是这样子 这个我们来闻闻看 乳香精油 有差别吗 萃取之后 它是这样子的 对 木头味很重 因为它从那个 好像在树皮树干的那个位置出来 对不对 原来 它的这个乳香精油 我们闻的并不是牛奶味 闻到的有点像檀香那种 树木的浓厚的树皮的味道 那它的成分是什么 为什么闻出来乳香 闻出来是这个味道 是的 乳香一般是植物受伤 受伤了之后 它分泌出来 要修护它自己 保护它自己的一个成分 就会凝结成膏状 那这个东西我们就取下来 只有蒸馏的方式去取到 里面的挥发性的成分 那当然它也含一些 单贴锡跟备瓣铁锡 那备瓣铁锡的部分 就属于木质布 就是你刚刚所提到的 闻到有木头的味道 没错 我觉得它是防虫的 它自己防虫的 对不对 好像我们人皮肤破了以后 要涂一些东西 它自己就分泌 所以它可以修复 植物自己修复也可以修复 对 植物就自己修复了 所以在中医压 我们是把它放在商科用药 真的 也是商科用药 那在植物精油这边 它是全方位的在平衡 全身的系统 乳香叫做精油之网 是 换句话说在精油里面用到这个蛮多的 对 因为它是全系统都可以使用 而且它有很好的平衡心理的作用 那广霍箱呢 广霍箱呢 其实我们这是很有名的 重要一个邦记 叫做霍箱震气散 它的煮饭 是哪一个是广霍箱 广霍箱是这一个 你可以闻闻它的味道 它有一个 大概是什么 应该很熟悉 它其实在很多的中药的胃肠药 好像都有这个 肠胃药 对 肠胃药里面 对 微微的 广霍箱呢 它是我们在夏天常常拿来去蜀解表的 也就是说我们中蜀可能在拉肚子 或者是发烧上面 我们中医会把它使用在 芳香化石类的中药 那在广霍箱 在精油的用法呢 它也是平衡心灵 是 一样的 那它用在皮肤像湿疹 那它也是在植物精油当中 一个定伤剂 所以换句话说呢 我们这个本草的中药 跟植物的精油 其实是相通的 因为都萃取来自植物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本草中药一般 我们采集之后 会先晒干 泡制 然后我们主要是用水煎的 那在植物精油呢 它是用各种的蒸馏法 或者是冷压法 但它有个好处就是 它会得到高浓缩性的精油 那高浓缩性的好处就是 它可以降低食用的剂量 对 那本草中药呢 它主要是水溶性的成分 那肠胃就比较容易吸收了 可是在我们使用的中药里面 它的品相是多于植物精油的 所以我们变化上面就更容易了 那植物精油是属于植物性的 它会穿透细胞膜 所以它的抗菌性很强 那因为它的小分子性 所以呢可以创造一个 比较快速的效果 通常是擦 擦的或者是纹的 不管擦或纹的速度都蛮快 那中药通常是尖 我们是尖 那当然我们有一些是做外用的中药 是外用的也有 那中药的话 我们可以依照病情的变化 我们可以灵活的去加减用药 跟这个植物精油一样 植物精油也有加加减用 是也可以植物精油 那植物精油有一个比中药更方便的 就是它很适合随身攜带 所以它是虚加减用的 对 我们说中药就没有这样的小品 你不可能带着这个出去 对 然后所以它缓解症状是及时又方便 非常快速的 那我们在保存方面 中药其实跟精油的保存都是很长的 都是时间长 那只是说中药的保存 它需要的条件比较多 比如说我们要注意空气湿度跟温度 那植物精油在保存上面就比较容易了 比如说我们就要求在木盒子里 那保持不要有阳光照射 那接下来我们请中医师来 帮我们介绍一下案例好不好 是 其实实际有案例 这是你的病人吗 这是我的患者 那他是五年前 他有甲状腺肿 他已经动过一个全切除 甲状腺全切除的手术 切除了 但是这个是在今年三月的时候 他再度检查 发现癌细胞有转移到颈零八截 所以他在这里做一个手术 那这个手术伤口有20公分 很长 所以这是刚手术完的样子 那他手术完之后 第一个面对的就是伤口 伤口的发肿 还有一些组织液 血水 所以那时候我叫他使用薰衣草 还有一个叫丝薄 还有一样是乳香 那他感觉到血水大概在几天内 就已经可以吸附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修复非常快速 尤其是疤痕 疤痕的部分 因为我请他使用一个叫永久花 永久花 这个精油在蛋斑上面 在修复组织上面 它有很强的效果 所以我们就是乳香木药加永久花 那他非常快速 因为他感觉到他是第二次手术 所以他记得五年前 他把这些疤痕淡化 总共花了两年的时间 真的啊 所以他这一次在这个四个月 其实他现在本人看更不会发现 已经很淡了 我们来看这边基本上 数后两个月以后不要到四个月 两个月以后基本上就淡蛮多的 所以他感觉经由疗法去使用了之后 他的疤痕跟他身体的一些不适的状况 修复得很快 这里有一个永久花 我去查了一下 永久花就是菊花的一种 叫做蜡菊 它就是蜡菊 所以如果我们有照片的话 就可以看到是菊花 小菊花的那个样子 所以是蜡菊 它还有个名称叫不雕花 所以我们也常常把它拿来做保养用 这样子 所以换句话说 您有使用这些精油 用在中医的临床上面 是 我用在我患者上 没错 看起来好像是蛮不错的 所以以后 当这个中医师帮你涂这些精油的时候 不要说 怎么变成方疗师了 因为差不多是一样 差不多是一样的 对 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有介绍这两个 这个是乳香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广获香 广获香 陈皮 这个是墨药 墨药 这个是墨药 你看 我们中医常常把乳香跟墨药 使用在一起 这两个也在一起 我也是这样在教导 精油疗法 一样可以把这两位精油用在一起 所以耶稣诞生的时候 就是这两个礼物 对 还有加黄金 还有加黄金 对 黄金也是需要的 加这两个 加在一起 好 所以我们谢谢这个中医师 告诉我们这个宝贵的经验 那西医的部分呢 其实西医对精油 也是开始有研究的 研究有一段时间了 我们来看看 就有日本的医师研究 来 好 那个 现在因为 国人的平均余面增加了 所以呢 大概到80岁左右 所以一些 我常常在跟学生上课的时候 会提到说 我们现在高龄者 你一定要记得 他有两个义 就是失义跟回义 就是失智症 失智症的比例增加了 那在失智症 我们如何去预防他 其实过去 因为一些药物的发展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可以 在日本的一个研究里面 他对于精油的使用 他在白天 使用两滴的迷迭香 加上一滴的檸檬 那使用的时间 大概是用两个小时左右 他是用一个精油项链 挂在胸前 然后常常拿出来吸纹 对 晚上就放松的使用薰衣草 加一滴的甜橙 让这个情绪可以放松 原则上你是在 睡眠之前的一个小时 你就开始使用熏香 然后大概使用的时间 也是大概两个小时 所以在三个月的研究里面 他发现失智症 有延缓失智症的 继续恶化的状况 所以这是在日本的一个研究 另外在临床上 我们大概看到 现在人生活压力很大 对 所以失眠的比率非常 对 应该有很多人去找您看 是 我们在门诊的时候 大概60%以上 来的主数都是失眠 这件事情 都是失眠的 都睡不着 是 像我有一个个案 就是他是一个成功的生意人 但是他必须要常常飞来飞去 那晚上睡眠的情况 变得比较不好 那不好 很严重的时候 然后要吃到四种的安眠药 才能够睡得着 那他有一次来 在一个研讨会 他碰到我说 我应该找这个 认识的胡医师来看一下 那我把他的情况 做一个评估之后 发现他在欧洲国家的时候 比较不会 可是一回到台北居住的地方 跟工作 他就会很严重 所以是环境 还有这个影响的东西 那另外他对一些芳草植物 感受非常好 所以我就请他用一些薰衣草 在晚上的时候 可以放松他的状况 那过了两个月左右 大概他的症状只会 安眠药的已经从四种 剪刀到半颗 可以让他这个睡眠的状况 已经非常好 所以胡医师 你请他用的时候 也是用薰衣草地 在扩香椅里面 这样就可以了吗 晚上的时候 是薰衣草地 在扩香椅里面 那白天的时候 他就是刚刚益教授有说 把稀释之后 其实可以涂抹在身上 涂在身上也可以 所以这个是非常珍贵的研究 那这个医师呢 这个医师还要带我们看 这个自己的个案 对不对 案例 这是谁 这是我一个方疗师的学生 方疗师学生 她的女儿在国外的时候 那大家都知道 在欧洲 可能要去医疗机构 会非常的辛苦 就是价格也会非常昂贵 那她过去呢 在嘴唇的地方呢 会有长这个 单纯性抛枕的 是免疫力低弱的时候 会出现的 对 就是比较忙碌啊 压力大 免疫力低的时候 那当时呢 我就问她说 你在国外这个时候呢 你手上有什么可用的精油 那目前呢 我帮她挑选了之后 一个是茶树 那另外一个是薰衣草 那配合了植物油稀释之后呢 涂抹在这个局部的地方 那可以看到 大概过去呢 她都要两个礼拜以上的时间 才会比较好 那目前呢 大概十天左右就开始有结巴 然后慢慢的就消失了 一架税有没有要补充 是的 我也认同 刚刚胡医师提到的 就是在有关杀菌这个区块 茶树精油其实是最好的 那是因为它里面 有一个化学成分叫 Terpininfoil 铁品锡四醇 因为它跟在医院诊所里面 用的消毒水 石碳酸下去相比 在科学期刊上面有研究 大概是那个成分的7到13倍 所以为什么在这个案例上 它会非常有效 那在使用薰衣草 在刚刚的那个案例也是一样的 就是因为薰衣草 大家都知道 只要镇静安眠 就跟它有关 那其实要注意 是要使用高地薰衣草 因为在成分分析里面发现 它有两个很重要的化学成分 分别是橙香醇跟乙酸橙香酯 那薰衣草被拿来做相关的 睡眠的研究 就是发现 当我们在 嗅膝薰衣草精油的时候 这些成分 会透过我们 嗅膝进到我们的神经系统 去处理我们的自主神经 尤其会提升我们的 腹胶感神经 那提升腹胶感神经 就会让我们放松 肌肉放松 呼吸减慢 所以就很容易进入 症静安眠这样子的状态 那你做的成分 就会在那个薰衣草精油里面 是的 那如果我们薰衣草 像有的剪下来 变成那个枕头 可不可以 会不会有同样的效果 还是会有这样子的效果 因为它本身的花 就有这样子的味道 对 只是因为精油是经过提炼出来 所以它是高浓缩 高浓缩 所以它的浓度很高 只要使用很少量 就能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浓度 我看薰衣草精油 可能跟那个玫瑰精油一样 可能搞不好也是 也是几百个薰衣草 合起来才会一几滴而已吧 那是 是不是精油 我们也要看自己的 本身的特性 高矮胖瘦 或者是等等等等 再来选择 对 原则上这个精油的使用呢 也是量身定制的 就跟这个 我们要瘦身的作用是一样的 那就是看你的身体的状况 是怎么样 我们需要经过一个评估之后 再来使用 因为精油是用吸的 那最近的流感非常的严重 那我们在口罩 戴口罩的时候 因为是要希望隔绝空气 隔绝那些细菌 或者是病毒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 就喷一些精油 在口罩上面 是不是也不错 是 我们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方式 我们可以像这个 一般性的口罩 那我们可以放一个垫片在里面 我们有这个垫片 那后面有双面胶 撕下来之后 你可以把它黏在这个塑胶的部分 因为这个 这个你在使用的时候 它不会碰到你的肌肤 对 那精油就滴在这个上面 滴在这个垫片上面 对 你需要这个 这个是垫片 口气 吸到的味道 比较清新一点 就可以滴上这个 薄荷精油 直接这样滴 要不要稀释 这个可以直接滴 可以直接滴 因为它的使用 不用那么高 对 那它在使用的时候 口香糖味 对 那另外呢 刚刚提到的 你要用一些杀菌 你可以用茶树 可以薄荷加茶树吗 它可以放好几个垫片 对 可以放在不同的上面 那另外一个垫片 所以这口罩也不错 这口罩有格子 可以摆 所以然后垫片放完之后 然后你就这样子 然后口罩就这样戴着 然后这个塑胶会挡住 不会让你碰到肌肤 所以你在使用的时候 口气会比较清晰 不然当独戴口罩的时候 你会变得非常闷热的感觉 接下来这样主持节目 应该也是不错的 是 口气清晰 对 这样真的是蛮特别的 真的喔 所以换句话说 在流感高峰期 我们戴口罩的时候 不论是坐捷运 骑车或者是走路 其实口罩上面摆一些 滴一些精油 这是不错的 对 就是在进出公共场所 有的时候 你必须要做交通捷运工具 在火车高铁上面的时候 可以做一个使用 做一个基本的防护 好 所以如果像我是自己 滴在那个口罩上面 直接滴在口罩上 可以吗 可以这样使用吗 一般的口罩它会有几个皱褶 那原则上你可以滴在 前面三分之一的皱褶 因为它折在里面 你把它滴在那个皱褶里面 把它折起来 那下面打开 我们是滴这一面 还是滴这一面 口罩的里面 口罩的里面 那一般性的口罩 有三个皱褶 你可以滴在前面三分之一的地方 然后把它折起来 这样子你不会 精油不会直接碰触到皮肤 所以你这样使用的时候 它一样味道可以 不精油有刺激性 是 那就找那个好微一点的精油 是 然后杀菌的精油 那如果点虚褶草精油 是不是比较容易睡觉 也不会 早上上班的时候 可能就带口罩不要带虚褶草 不一定会睡觉 因为它是让你的 刚刚益教授的情绪可以舒缓 腹脚感神经可以提升 让你的脚感神经变得平稳 当上次骂我们的时候 就带虚褶草精油 情绪就会比较平稳 就不会那么刺激 所以换句话说 今天这样我们也教 一教大家都会了 对 大家都会知道怎么使用 这个自己需要的精油 滴在我们日常用的口罩上面 然后我们如果滴一滴的话 应该维持很久吧 是 可以用蛮久的时间 一天吗 大概它不一定 看每一个人 有的人会流汗 会把它稀释化 通常如果是这样的口罩 它可以用将近蛮久的时间 如果是抛弃式的口罩 因为它会湿润之后 或者是你有飞沫 那它可能半天左右的时间 就必须要换 了解 准备 你 这个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